接着看到五级飓风欧帝斯 袭击了墨西哥湾重创墨西哥 最大的海滩度假区阿卡普尔科 而在市区满目疮痍 旅馆饭店百货公司卖场 还有超市保全设施失去功能 再加上因为粮食饮食水 卫生纸等等的日常用品短缺 很多人就开始上街打劫 除了搬走生活用品 还有人是抢搬高单价的家电用品 截走的东西多到连车子都装不下了 远景赶到现场 并没有强制的逮捕打劫的民众 只叫大家赶快散去 而目前墨西哥政府 已经派出了8000名的武装部队 来协助灾区复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